第三阶段的国家新冠肺炎免疫计划已经开跑 今年参与大马教育文凭SPM以及高等教育文凭STPM的考生 预料7月起接种辉瑞疫苗 教育部正努力争取让教师同步注射疫苗 在国家复苏计划下 全国学校有望在8月底恢复实体教学 2021年大马教育文凭考试落在明年3月举行 高等教育文凭考试顺延 为了让师生早日回到学校上课 教育部希望新冠疫苗接种特工队 能优先让应届考生和教师接种疫苗 部门愿意无条件配合 包括提供校园作为疫苗接种中心 加快接种速度 教育部部长纳都拉茨吉丁 今天在线上就国家复苏计划 接受媒体访问时透露 全国学校预计最早会在8月底复课 目前教育部正在草拟更新校园防疫指南 全面遏制病毒入侵 详情会在开学前对外公布 官方统计显示 目前已经有148,580名教师 接受至少一剂疫苗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